刀金骑兵大怒 你女儿是怎么教育的 难道不知道世间存在君臣尊卑之分吗 秋风衰草定坟春 此算一钟也会生 画虎不成君卧笑 安排牙早 史惊人 其实我日本近代史 也叫名字为信录 上回讲到薩摩藩族 岛金骑兵和幕府老宗阿布正宏 深夜密谋 岛金骑兵要下一盘大棋 让这个残废大将军 德川家定 收下英明的德川庆席为养子 然后以德川庆席为全国大名的领袖 同仇敌开 抵御外敌 画虎不成君莫笑 安排牙爪 史惊人 别看这个岛金骑兵 他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外样大名 推翻幕府的蓝图 就在不知不觉中启动了 岛金骑兵给幕府老宗阿布正宏 献上一条届时还魂的计策 在大奥也就是大将军的后宫里 找个女人压过本寿院 来控制这个残废大将军 阿布正宏说 谁能压过本寿院 他可是将军的生母啊 生母不假 可是大奥中地位最高的是御台所 这里解释一个名词 御台所是日本幕府的专用名词 指的是大将军的正式夫人 相当于皇后 因为大将军他不是天皇 所以名称上不能叫做皇后 日语中称为是御台所 简称御台 将军的生母就叫做大御台所 简称是大御台 相当于中国皇宫里的皇太后 再往上就是外祖母 大大御台 就是太皇太后 在日本的规章制度 这个御台是身份最高的 虽然从家庭的次序来说 这个大御台是御台的丈母娘 但是这个官位是御台 要在大御台之上 阿布正宏一听 岛金骑兵想让御台去管理大御台 催头上气的说 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 大将军的两任御台早就过世了 现在哪里还有御台呀 金骑兵的公卿都在谣传 说大将军客妻 没人愿意把女儿嫁到幕府 大将军自己也不愿意再去媳妇 这些事情你应该都知道 解说一下当时德川家庭的家庭情况 幕府大将军是武色的最高位 分建社会讲究是门当户对 大将军的政事通常引起的是公家 尤其是武色家的女孩 所谓的武色家是有资格担任朝廷中 摄政和官白两个职位的公亲 也叫做公家的最高位 什么叫做摄政呢? 摄政是当天皇未成年 或者是年老多病的时候 代理天皇执行政务的这样一个官职 官白则是文官的最高位 这两个职位都是由武色家中 人流选拔人才担任 这个武色家都是谁呢? 他是平安时代的贵族藤原到藏的后裔 后来因为朝廷的公卿都被藤原垄断了 天皇一上朝 一百个人里面有九十五个都是藤原 搞不清哪个藤原是哪个 所以呢 就按自己的府地把姓氏给分开了 武色家按照地位依次为 敬藤一条九条殷司和澳条 不明白的 还以为他们在打麻将呢? 一条澳条 糊了! 其实呢 这些都是京都的地名 一条呢就是一号大马路 这个残废的将军 德川家定的第一任政事 来自殷司家 十九岁架过来以后 过了六年病死了 也没有能够生育 因为这个德川家定是个残废人 他没有这个功能 嫁过来以后呢就是守活寡 以后呢就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过去 谁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去守活寡 那怎么办呢? 他将军不能没有老婆啊? 这时候啊 一条家有个合适的女孩 史书记载 这个女孩啊 是相貌极其丑陋 身高只有三尺 一米多一点 成年了啊 不是幼儿园的小妹妹啊 医学上呢 这个叫做诸如正 她是长不高的 而且两条腿 很长短不一 一条长一条短 连走路都走不直啊 一让她走五步路 啪就歪的 就撞到墙上去了 所以呢 到了二十五岁 都嫁不出去 哎 这两个人啊 一个是嫁不出去 一个是没有人愿意嫁给她 又是五色家 对大将军 是门当户对啊 丑小牙配癞蛤蟆 再合适也没有了 于是呢 她就成为德川家定的第二任政事 但是呢 嫁过去后 嘿嘿 不到半年 又死了 当然也不可能生育了 所以啊 京都的公卿就谣传 这个德川家定啊 她嗑老婆 再也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过去了 哪怕是诸如病啊 那也是自己的女儿 活着总比死了好吧 公卿的女孩啊 长得再丑 再残废 宁可嫁不出去 宁可一辈子养在家里 也不愿意嫁给这个德川家定做老婆 这个岛川骑兵说啊 这是不难 不就是要找个公卿家的女孩 嫁过来吗 你可知道我姐夫是靖卫中西啊 这里出现了一个人啊 叫做靖卫中西 靖卫中西是武色家的首位 靖卫家的当家人 这个靖卫中西的正事呢 是岛京骑兵的姐姐 名叫玉姬 其实按照备奉算呢 这个玉姬呢 也不是骑兵的姐姐 应该是她姑妈 被她父亲骑姓 收为洋语以后 嫁给了这个靖卫中西 当时的这种政治婚姻呢 并不稀罕啊 嫁住中找个年龄合适的 这个女孩 收为洋语 也不管什么 插背不插背 反正嫁过去以后呢 她就是这个 这个靖卫中西的老丈人 所以呢 这个岛京骑兵呢 就自然而来成为了 靖卫中西的小舅子 只要记住 是这层关系就可以了 这是岛京骑兵的 一个非常大的政治资本 后来岛京骑兵 邪天子以令诸侯啊 用天皇的名义 驾驭慕福 靠的就是这层关系 这是后话 这个阿布正宏说 靖卫中西是你的姐夫 我知道 但据我了解 靖卫家并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孩子 年长的都已经出嫁了 最小的一个女儿才三岁 也太小了吧 齐斌说 这不是问题 我把我的女儿 过继给靖卫家 她是我的姐夫嘛 弟弟的女儿 过继给姐夫姐姐 这个天经地义啊 没有人会提出疑问 你女儿过即过去 你有女儿吗 这个岛京骑兵呢 是明治维新期间 叱咤纷约的人物 但也有不顺心的事 就是啊 没有子嗣 不是生不出孩子啊 当时1853年的时候 岛京骑兵的大老婆小老婆 一共给她生了四男二女 六个孩子 但是六个孩子中有五个 都没有活过两岁 目前呢 只有一个最小的儿子 四岁 上载人间 这个阿布正宏 和岛京骑兵 关系非常密切 他知道岛京骑兵 只有一个四岁的小儿子 其他孩子早就死了 没有女儿啊 岛京骑兵说 现在我是没有女儿 所以 这条戒施还魂的祭词 你不能急 你得给我时间了 给你时间 你现在去生一个女儿 再过十五年长大的嫁过来 黄瓜菜都凉了 不行不行不行 哎 怎么能十五年呢 岛京骑兵 伸出三根手指 三年 最多三年 你给我三年时间 足矣 三年 你别开玩笑 到时候你抱个三岁的娃娃来糊弄啊 哎 国家大事 关系到日本的命运 我怎么可能 拿个三岁的娃娃来糊弄你呢 三年后 我一定带一个财貌双全 智慧过人 能为国家排忧解难的女子 献给大将军作为御台 一言为定 我说岛京骑兵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方啊 哎 听说中国 有一种营养特别好的奶粉 吃一点就能飞速成长 撑撑撑撑 三年能长到十五岁 哎 这个奶粉叫做什么来的 是不是叫三楼奶粉呢 哈哈 天机不可泄露 言多必识啊 三年以内 你等我消息 不过我必须马上回萨摩 办理此事 这一年的餐情交代 你就想办法给我免了吧 这话好说 参情交代这个事啊 我向幕府打个报告 就说你身体不适 就解决了 咱们可一言为定哦 两个人伸出丹长 一击 啪 一言为定 岛京骑兵是当夜 离开东京 折返萨摩 萨摩到东京 这个丹城要四个月 刚到东京 插到梅河一杯 被阿布郑宏叫去 唐一晚上 叫得没有睡 第二庭清晨 立刻折返萨摩 这个岛京骑兵 可谓是欧心沥血 在回程的路上 岛京骑兵路过京都 又逗留了半天 拜访了自己的姐夫 建卫中西 从建卫中西身边 带走了一个老太婆 名叫姬岛 这个姬岛是谁呢 本是骑兵的姐姐 嫁到京卫家去的时候的 一个陪嫁 她姐姐呢 已经病故了 所以姬岛就留在建卫家 做了这个管家 这次呢 骑兵特意向 建卫中西 把这个姬岛给要了回来 姬岛这个人 在明治维新路中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到后来 戊城战争 兵困江户的时候 都靠这个老太太一张嘴 是扭转乾坤 救了一百万老百姓的性命 这是后话 这说 岛经骑兵 把祭岛要了回来 回到了萨摩 立刻传令自己的家族 说自己呢 既任藩主不久 岛经一家的侄儿侄女 都没有见过 让各个当家的 带上自己的子女 到路尔岛城来相聚 自己呢 看一看这些晚辈 将来也好 分个一官半职 这个岛经家族啊 可是一个大家族 统治沙摩藩 有这个好几百年了 第二天呢 四个分家的组长 带上了自己的子女 陆陆续续进了城 岛经骑兵 一个一个看过以后 问问叫什么名字啊 读过去什么书啊 前面讲过 岛经骑兵 因为自己的五个孩子都死了嘛 一看自己的这个侄儿 一个个是精神抖擞 自然非常高兴 男孩看完后 再看女孩 四个分家的 四个女孩 史称萨摩 四朵金花 个个长得如花式鱼 又狗狗又丢丢 岛经骑兵 寒暄几句后 命人赠送 女孩子喜欢的化妆品和小点心 女孩子们 谢人高高兴兴 退下了大厅 只有一个女孩 长久拜扶在地 不肯离开 岛经骑兵觉得奇怪 你是哪家的 为什么还不走呢 小女子名叫阿初 是金和泉家的长女 这个金和泉呢 是岛经家族的一个分支 金和泉是他的分地 是个地名 关键人物 阿初登场了 注视一下 关于阿初这个名字 有的书上呢 翻译成为余衣 这个呢是翻译的问题 日本古代的贵族 女孩的名字呢 一般不用汉字 用的是这个平甲名 余衣两个字呢 是根据它的发音 怼汉字怼上去的 也有些书呢 是怼成阿氏 日语言文中 它的名字发音叫做 Okatsu 这个O是没有什么韩语的 就相当于中文中 这个阿湘阿福的那个阿 Katsu呢 是Hatsu的变音 相当于汉字的这个粗 当时日本的女孩子 名字叫做那个Okatsu的很多 比如说这个 分成秀吉的这个小姨子 她的名字也叫做Okatsu 是个很普通的 这个日本女孩的名字 根据这个名字的韩译 我比较喜欢把它翻译成叫做阿粗 当然很多书上用的是 鱼衣两个字 如果你觉得鱼衣 听起来更舒服的话 那也是正确的 没有必要去较真 仅仅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岛经骑兵 半开玩笑的对阿粗说 你怎么韩不走啊 对我的分赏不够满意吗 这个分建社会啊 藩主就是这个藩国的国皇啊 一手遮天啊 谁敢讨价还价 只听这个阿粗说 藩主阁下 小女子斗胆 想把你所赐的化妆品 退还 换点别的分赏 嗯? 岛经骑兵就是一人 这个女孩这么大胆 但是呢 毕竟是自己的侄女 冷冷冷说 你不喜欢化妆品吗? 你想要些什么? 说来我听听 小女子斗胆 想让你赦免一个人 赦免一个人? 什么人? 此人名叫大九宝力士 和小女子一不沾青二不带骨 前番 因为番内骚乱 被前番主发配到圆岛 这里说的骚动呢 就是游罗骚动 前两回里讲过这个情节 据小女子所指 此人忠心耿耿 是前番主听了游罗夫人的残言 才做出如此决定 前番主现已隐退 请番主大人赦免她的罪过 允许她和家人团圆 放肆 岛经骑兵是大怒 国家政务 岂由你一个女子来干涉 把她的父母叫来 不久 有人把阿初的父母带了上来 阿初的父亲叫做岛经中刚 听说女儿得罪的番主 吓得是汗炉以下 跪在地上是瑟瑟发抖 番主息怒 番主息怒 小女自幼任惜缺乏管教 冲撞番主罪不可涉 番主大人大量 饶恕她这次 小人带回去 定将严加管教 下不为例 如果这个阿初 说几句软话认个错 哪怕是不说话 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但是阿初就是阿初 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奇女子 见父亲色色发抖的样子 不但不求劳 反而继续顶嘴说 我又没说错 难道女子就不能关心国家大事吗 圣人曰天下新亡匹夫有责 大九宝先生 是萨摩番的人才 是被冤枉的 为什么我不能说出来呢 岛经骑兵是怒不可遏 分剑社会的礼教是非常严格的 不管你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顶撞分剑族 顶撞包子大人 就是错 岛经骑兵怒喝道 岛经中刚 你这女儿是怎么教育的 口口声声还说什么圣人 难道不知圣人曰 世间存在军存尊卑之分吗 岛经中刚是吓了 磕头如同几千岁米 藩竹息怒 藩竹息怒 恨 岛经骑兵 恨了一声 转身就出了大厅 把父女两人给扔在大堂上 不管了 手下人赶紧来安慰 你们先回去吧 藩竹这里我们慢慢确解 等藩竹气消了 这事就过去了 就这样 岛经中刚把阿初带回了家 回到家后 是狠狠的训斥一顿 正在这个时候 城内传来岛经骑兵的口令 并阿初第二天正午 沐浴更衣一人进城 岛经直刚一听 刷 犹如是凉水浇头 知道完了 沐浴更衣一人进城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赐死阿 日本武士顶撞君主为不忠 对君主不忠就是死罪 女孩也一样 武士家庭的女孩 也要遵循武士的礼法 为了保全武士的尊严 除了十个不色人 会出于斩首以外 一般犯了错误呢 就赐你抛福之境 抛福之境的这个前奏啊 就是传令官来传令 让你沐浴更衣 单人进城 刚才含着训辞阿初的 岛经中钢啊 一想到第二天 自己的女儿要死了 不仅是泪流满面 到了这个时候 阿初也感到 问题严重了 跪在父母面前 女儿不孝 没能在父母面前 伺候两位 远来是在座你们的女儿 服侍二老 现在再说 有什么用呢? 妇女三人是抱头痛哭 整整一个晚上 毕竟是亲生女儿 养到十七岁啊 就这么要离开人世了 第二天 阿初沐浴坑衣 穿上最漂亮的和服 直直细细化了妆 女孩子什么 临时迁 也要保持最美丽的形象 第二天中午 传令官又来了 把阿初一个人带走 阿初跟着传令官进了城 来到大厅 拜扶在地 等待藩主的到来 欲知阿初性命如何 如果过去的老先生说书呢 讲到这里呢 肯定是一句 且听下回分解 其实呢 这都是废话 死不了 肯定死不了 死了 就没有必要 花这么多口水去说这个人了 赌鸡出事 三亿门庭 陈玉台 下回再演 下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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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